德哥 TROG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了小漲4萬 所以對比其他他算小漲 對啊 其實 不要說這一台車 或是其他品牌漲價 光是我很喜歡看的英國雜誌 一年多來漲多少你知道 本來五百多塊現在八百幾塊 悄悄的 去年已經漲一波了 今年又無預警的 對 突然就變漲了快300塊 但你還是會買 還是會買 那就是鐵粉你想看就會看 這就是對比車價 就是你知道它漲了 但它只要對你足夠重要 足夠喜歡 足夠有吸引力 你還是會買單 對 那這一台呢 TROG等於是280 它等於是現在 所有福斯車系裡面 CP值極高的 而且就連漲價還要去4萬 相對啦 但漲總是會心頭肉嘛 但相對4萬是等於 負擔比較小的 而且今天要看的是 入門的等級 對嗎 對 280 對 Style 其實你看到它的配色 你會覺得它有一種時尚 我們今天是在攝影棚裡面 你如果今天是去那個陽光下面 你會覺得這台其實就是 就是下年輕人的開口 那我先看一下引擎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勢必你是要講它的動力 就是入門動力夠不夠 入門其實動力是夠的 而且你知道嗎 它不是那種消攻啦 但是你知道1.5升呢 四缸渦輪引擎 這一具引擎其實不錯 因為它還有氣缸鞋子的功能嘛 那150匹25.5公斤米的扭力 再結合它的雙離合器 七速雙離合器自首牌 它其實吹起來喔 我說真的 你就是這樣突然這樣猛一吹 它的前驅動輪還會微微的空轉 會覺得這台小休旅還是有那種暴力感 那開起來當然就很順 而且底盤的整個服貼性很好 所以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這台車比想像中開起來 還要來得過癮 所以就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很喜歡GT 我很喜歡這個T-ROCK的R 那原本T-ROCKR我也覺得CP值很高 現在起起來要190萬 就比較沒那麼可愛 但是它是R家族 你不能等閒四肢 因為福斯的R家族 它有它一定的地位 對 很多人也喜歡說 我自己這個車型尺碼 有那個R的動力 我開起來更暢快 但是一般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 其實我們考慮的多半 還是你現在講的這些設定 對 因為兩個架差 其實還快要50%了 你說少嘛 也沒那麼少 所以說其實 如果以經濟考量來講 或甚至粉領組 而且外型很少 對啊 買這一台其實也不錯 而且你知道 像R來講 它整個都是烤漆 那這一台 它會刻意的留一些 像這個防刮材質 那配上18吋的胎圈 它其實有一個優點 你換在哪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心痛 因為18吋 其實坦白講 現在很多輪胎 包括國產品牌 它有開發更多的18吋 所以你等於這種消耗品 你會相對使用起來 會覺得 好像 就是會覺得 比較能夠接受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線條很俐落 而且你知道 Forswagon它現在的車 都是用雷射焊接 那雷射焊接有什麼好處呢 它其實可以把車體的剛性開出來 因為你的介油 那個抗扭的程度 對 抗扭程度更好 然後它還可以抗噪 那介油比較好的車體剛性 它可以把它的懸吊的優勢 把它給發揮出來 而且這一台車呢 還有黑色的車頂 其實你不要以為它只是黑車頂 你近看它是有銀粉的 它整個車 它是有一個亮度的對不對 它車體的 車體的這個烤漆跟車頂都有銀粉 然後上面還有鋁合金的行李架 那行李架呢 你當然用不上 你如果說都沒有在 凹鬥活動 你可能覺得 假的就是好像看水 沒有 現在很多朋友會往戶外去 對 重點來了 就是你如果是要放腳踏車 還是要放那種帳篷 其實或是多一個書包 就是行李箱 它其實實用性是很高的 那再來就是 小修旅 大家會覺得小修旅就是小嘛 那這一台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雖然是B segment 但是它內裝的空間感受呢 可能接近C segment 就是終於可以坐一下 感覺一下 而且後座還有出風口 就是很多小車它會覺得 我發現你坐艙也不是特別大 就是前面就好 我的頭部空間 還有將近兩個拳頭 就是我們現在有時候啊 比較少就仔細在那邊 比說幾個拳頭 幾個拳頭 因為覺得 欸 當然好像光看畫面 就有一個基本概念 但是因為 剛剛德哥有說 這是一台比較小型的車 所以你會預期說 它會不會裡面很受迫 但我覺得還好耶 對吧 那你看前方這應該是你的 標準的乘坐位置 我座位會在前面一點點 所以它有相對厚一點點 然後我的膝部有兩個拳頭 我覺得如果硬要挑剔的話 就是它中間還是有一點隆起的部分 對啦 因為它要對應它 本來也有四驅的那種設定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就是個人乘坐 然後你不是真的要滿在五個人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乘坐舒適感都還不錯的 對 而且你看走到這邊 它的這個C柱啊 厚實的C柱 它會給人家有一種安全的視覺感 那當然就是這個鞋背 然後再加上迷人的尾燈 那你把後行李箱打開呢 其實也很實用 你知道它這台小修旅呢 它有445公升 那當然它這個杖板其實還可以掀開啦 只是下面有雜物啦 我就不掀給大家看 那你把第二排椅背往前傾倒呢 它也會擴充到1290 所以某方面來講 其實不管是小家庭 或是你想要彰顯個人的那種特色 那這台車其實你想得到的 它通通都能夠滿足你 好 那接下來進車呢 好 福斯特T-Roc 其實在整個座艙內啊 大家除了感觸到它的新時代的介面 德哥你覺得它有表現出你想要的質感嗎 即使是入門的 其實我覺得它的那個運動風格還是很鮮明 10.25寸的數位儀表 那它的三幅式跑車方向盤 這些按鍵當然不是電容 它旗艦式啦 可是不是電容也有個好處 你不會按錯啦 很多朋友反而喜歡這個 對 你這樣紙扣這樣握著嘛 那聚約抄架的時候不會按錯 而且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中控台上面的這個液晶顯示幕 其實不大 但是因為它是黑邊 所以它有一種變大的視覺效果 打過邊界 對 然後恒溫空調當然還是電容控制 而且你知道它有其他的很多功能 比如說它全車系IQ Drive 就半自動駕駛輔助 它是標準配備 因為它沒有因為 就是它是入門車減損 然後再來就是它還有停車 自動停車輔助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女生來講 至關重要啦 然後像我們做的這個座椅呢 它是Vienna的真皮座椅 你要說包覆性它當然比不上像 Golf R或是GTI這些車 可是我覺得就入門車來講 它已經算是滿戰鬥的 所以整體你會覺得說 這一台車其實相對的CP值更高 好 所以德哥今天帶我們來看到的 就是小改款的TRA 它在不在原來購車比較的清單裡面呢 因為價格有小漲了4萬塊 對 所以大家都更在意說買的划不划算 LINE 地球黃金線來好友目擊開跑囉 把命令團隊要給你 你願意推播 我們家汽車的資訊推給你 一招一主題 一手掌握話題成功 最棒的是才有一樂意驚喜 汽車周邊好康大幫送 你還在等什麼 加LINE 加LINE 你現在就拿起手機 加入地球黃金線賣好友 讓我們成為最多你的賣車友 來